各位同学大家好 从这一节课我们来开始学习Jawler Script设计模式的简介 那我们这个简介呢分为如下几个概要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设计模式的概念解读 我们用形象化的比喻以及文字的解读 来看一下到底什么是设计模式 设计模式一直被认为是高大上的一个理论 那我在我们JS中如何应用以及它的发展 我们也要学习一下 那么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设计原则 有哪些原则的依托下我们才能设计出这种设计模式 设计模式的概念解读 我们的概念解读分成如下两个方面进行解读 首先设计模式概念的文字解读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设计模式如何利用凝雾化进行解读 我们把这些高大上的思想转变成我们生活中比较理解的例子 我们来看首先设计模式概念的文字解读 设计模式是一套反复使用 思想成熟经过分类和无数实战设计中研而总结的 那么这里边有一个关键的话 是经过无数的实战设计经验而进行总结的 它并不是凭空捏造 而是经过了前人反复的使用 使用设计模式是为了让系统代码可重用可扩展可接偶 更容易被人理解 切能保证代码的可靠性 设计模式使代码开发真正的工程化 它不再像我们以前写代码一样进行简单的罗列 那么它可以像我们像盖大楼一样 使我们这个开发具有条理 具有框架 也是软件工程的基石脉络 如同大厦的结构一样 我们把这个大厦盖好了 那么前提是要有一个非常好的结构 只有这个夯实地基大好结构 才能盖好坚实的大楼 也是我们迈向高级开发人员必经的一步 我们以前可能只知道设计模式的概念 但是从来没有在我们的系统开发中用过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学好设计模式 那这样一段灰色的文字 大家可能还是不大懂 到底什么是设计模式 设计模式有什么用呢 那我们来用这种拟物化的方法来解读一下 比如说最早的时候 我们家里边有什么呢 有书 有柜子 有电脑桌 然后还有一些我们家里的饰品 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放到左上角 这样一个柜子里边 那么这个时候显然是杂乱无章的 因为你这个花草可能弄脏了电脑 然后你这些书本呢 也可能被撕坏 所以说我们想办法买了左上角第二个桌子 它分了两层 我们这个两层呢 上面我们可以放书 下面呢 我们可以放什么 可以放电脑 然后书还可以跟花草什么放到一起 但是书跟花草放到一起 还是不科学的 所以说我们又买了 右边这么多东西 我们买了这个抽柜 这个抽柜就是我们左上角这个抽柜 我们把这些东西先拿过去 但是我们又买了电脑桌 我们又买了ABC书柜 这样我们整个书就有了很清晰的条理 然后我们的花草呢 也有自己存放的位置 我们的电脑就放到电脑桌上 那么这个也就是解读了我们前面这个文字 我们再回来看一下 设计模式是一套反复使用 我们怎么样 我们是不是也反复的进行了推敲 然后呢 看一下哪些东西放到哪啊 思想成熟 我们肯定是想好了才买了右侧那些东西 经过分类和无数实战设计经验总结的 大家想想我们从有最初这个柜子 到我们买两层的柜子 到我们搞了那么多家具 我们经过了多少次实验啊 是不是经过了很多次啊 那么这个也是无数实战设计经验总结的 使用设计模式 是为了让系统代码可重用 可扩展 可结偶 那我们买了右边这些书柜 将来再有一些书进到我们家 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固定的位置 别人来你家也很清晰 哦 原来这款是历史类的书籍 这一款是技术类的书籍 那么更容易被人理解 且代码保证可靠性 它不可能说 你把历史类的书放到了技术里边 这样的话 它就失去了一种可靠性 设计模式使代码开发真正的工程化 设计模式也是软件开发的及时脉络 如同大厦的结构一样 那么这一节呢 我们简要的说到这里 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 设计模式是你成为高级开发人员必经的一步 因为设计模式可以让你以前的代码 更有结构 更有条理 那么我们后续的课程呢 也会按照这种图形解说的方式 让大家来尽可能的以生活中的例子进行理解 大家也要记住一个道理 编程开发语言 它是由人来设计的 那么既然是由人来设计的 我们把生活中这些最简单的道理 移植到我们这个编程开发语言里边来 那么你去用这种生活中浅显的道理 来解读这些晦涩的文字 如果一旦相通了 那么这个东西就永久的被你记下了 而且在你实战开发里边 你也可以信手捏来 然后融会贯通 如果说你只记了这些干巴巴的文字 那么在我们开发的时候 大家也不知道 这个设计模式为什么要有 设计模式的发展 与在JavaScript中的应用 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这几课的课程概要 这几课的课程概要有如下两个 一个是设计模式的发展 一个是JavaScript中的设计模式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设计模式的发展 设计模式运用在程序设计中 已经有很多年了 它最早被整理在 这个绰号叫四人帮合著的一本书中 这本书呢 也被叫做学习设计模式的圣经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种圣经类的书籍 比如说我们学习这个JS的时候 有一本书叫做什么呢 JavaScript的高级程序设计 那这本书也被称为学习JS的圣经 那每一种这样的圣经啊 它里边都有这种非常好的道理 以及这种清晰的知识脉络 能让我们掌握这种相关的知识 然后我们读了这种书 可能会受益匪浅 那么可能你从这个一朝办事中 就能体会到很多你以前没掌握的功夫 所以说大家在学习PGP也好 JS也好等等 学习任何语言 这种被称为圣经的书 大家一定要仔细读读 那么现在已经被应用到各种各样的编程语言 最大的魅力在于编程的语言中 表现都是一样的 什么叫做各种编程语言中表现都是一样的 就甚至你无论用了什么样的一种开发模式 开发语言来描述你这个设计模式 它所表现的形态都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语法略有不同 比如说我们把JR实现的模式 转换成C就非常容易 但是呢 我们把JR里的实现的模式 转换成JS 却要消费一点力气 那我们下面就来说一下 JRS的设计模式 为什么就让人家消费了一点力气呢 我们先聊一下JS这门语言 JS它是一本特别灵活的语言 早些年被认为是玩具式的语言 只能作为一点为网页涂脂抹粉的小差事 比如说让你验证一下 这个文本框是不是空 让你移动一下这个元素 从左从右稍微动一下 那我们项目工程也不大 更无从说起这么高大上的设计模式 在我们这个JS里如何应用 所以说在08年跟09年那个时候 搞这个网页开发 以及JS开发的工程师 就不是那么特别受重视 因为我们所做的这个事 都是一些小差事 但是随着这个NodeJS 一句H5和Web20的兴起 这个JS本身也变得越来越受重视 它也有了很多新的语法 但是呢 本该有它的东西 加入Rosscript语言都有 但是并没有作为这个语言 正式的一部分 这些年来人们也是利用自己 对这种计算机编程思想的理解 利用了很多灰色的技巧 实现了很多JS设计者 可能都没有想到的任务 那么比如说 我们用JS实现了面向对象编程 在JS里边根本都没有class这样一个关键字 但是我们却实现了这种面向对象编程 那我们设计模式也是一样的 可能在JS里边真的没有那些关键字 让你来实现这样一套设计模式 但是我们可以去理解人家这个思想 这也是JS的一个好处 因为JS它太活了 只要你学会了人家思想 你都可以去实现 那么这个也就证明了 编程语言之间都是相通的 没有说这种语言好 那种语言不好 只是每种语言 它都有它自己所在的应用场景 你比如说开发到这样的功能 有这样的需求了 你才需要用到JS 有这样的需求了 你才用到PGP 所以说大家不要去争论 哪种语言好或不好 比如说实现设计模式的时候 在每种语言里边 它表现的形态都是一样的 那么很多同学 在平时学习这个JS的时候 以为GCurry可能就是JS 甚至有些同学认为 JS不能干什么大事 但是我们现在 很多服务器都是由NodeJS搭建 以及H5能实现了很多 比如说像NativeApp一样 做出特别复杂的效果 甚至我们H5都可以做游戏 我们可以用卡刀等等 Fone App这样做出跨平台的开发 所以说整个一个前端开发 已进入了一个特别白热化的状态 这个时候的技术也越来越多 大家一定要保持这种特别敏感的 学习的向前的态度 以及用这种灵活的想法 来用JS去实现 然后搭建好更大的 更稳定的那种系统架构 设计原则 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课程概要 只有一个 对设计原则的详解 那么什么是设计原则呢 设计模式存在的根本原因 是为了代码服用 增加可维护性 但是这些东西 要依托于原则下的 就像我们平时做事一样 你要有原则 不能什么事都去做 那么做设计模式也是一样的 那么这些设计模式呢 它是依赖于这些原则才产出的 那么这些原则是固定的吗 不是 如果说你有这种特别好的见解 或者你有这种特别好的原则 你也可以提建议 甚至你也可以提出来这样一个 单独的设计模式 也可以被融入到史册 但前提是 它要经过反复的被推敲跟使用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原则 开闭原则 对扩展开放 对修改关闭 那我们来举个例子 我们高考的试卷 那比如说明天我们就要高考了 那么这个时候 老师发现 没法去区分高分学生跟低分学生 他必须得在这个试卷里边 增加两个难度比较大的题 但是明天就高考了 你往这里边加题 去修改这个高考的试卷 显然是不科学的 所以说这些老师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 对这个题加一个什么 附加题 那么这个就叫做对扩展开放 对修改关闭 你可以加附加题 但是你不能修改原来的卷子 我们理解这些特别复杂的这个语句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把它回归到这种生活中的小例子 我们再来看 理事转换原则 子类继承负类 单独调完全可以 比如盗版光盘 什么意思呢 原来人家这个光盘是正版的 那么现在先让你弄了一个盗版的光盘 我们虽然有两张光盘 你把它俩放到CD机里边 是不是都可以单独运行啊 而且没问题 顶多盗版光盘用了两次就坏掉了 但是子类继承了负类 单独调完全可以 盗版光盘把人家正版光盘的内容 全部copy过来 然后呢 单独用又可以 这叫做理事转换原则 依赖道转原则 引用一个对象 如果这个对象有底层类型 直接引用底层 比如三个盒上打水 那最简单的办法 是把井里的水打到桶里 然后把这个桶啊背回家 那么现在你非得把井里的水打出来 放到一个大桶里 再从这个大桶往家搬 那这个时候就明显是不科学的了 所以说引用一个对象 如果这个对象有底层类型 直接引用底层 我们打水 如果说你能直接从井里 用这个小桶打 把这个小桶拎回家 在井边就不用再放单独的一个大桶 接口 隔离原则 每一个接口应该是一种角色 比如汽车里的USB接口 什么意思啊 我们汽车上可能有很多接口 但是呢 你想插这个USB 又让它有USB的功能 又让它有三项插头的功能 这个已然是不科学的 每一个接口应该有自己的一种角色 只负责自己的USB 这个就是接口隔离原则 我们稍微停顿一下 大家把这几个概念理一理 开币原则 对扩展开放 对修改 关闭 高考的试卷 大家想 哦 高考的试卷 明天就考试了 不能再改了 那么我就对扩展开放 理事转换 子类 继承附类 单独掉 完全可以 倒板光盘 继承了正板光盘 可以单独播放 也用一个对象 如果这个对象有底层类型 直接也用底层 三个盒上打水 直接把水打到家里 这是最科学的 那么这个井里的水 就是底层 接口隔离原则 每个接口干一种事 汽车里的USB插口 所以说啊 同学们看这个概念 可能非常晦涩 但是如果一旦你把它理解了 就吃到心里了 合成 聚合复用原则 新的对象 应使用一些已有的对象 使之成为新对象的一部分 比如说你手里有一些 相机的零件 现在比如说你们要出去玩了 那么你完全可以 再买一点点零件 组合成一个新的相机 但是你要去买一个新的相机 这就不科学了 就是新的对象 新的相机 应使用你一些已有的零件 使之成为新相机 的一部分 这个就叫做 合成 聚合 复用原则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 迪米特原则 一个对象 应对其他对象 有尽可能少的了解 我们拿生活中的女朋友 做例子 就现实中你的对象 你对你的对象 可能非常了解 她喜欢吃什么 喜欢玩什么 喜欢什么时候睡觉 然后喜欢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你都懂 但是如果说你对别人的 这个女朋友 懂了这么多 那个时候就成了红颜祸水了 比如说你知道人家什么时候睡觉 这个时候就是闹了 这个也叫最小知识原则 就应该说你对你的对象应该知道的更多 但是你对别人应该尽可能少的了解 那么我们说了这么多中数 为什么要有这么多原则 为什么要有设计模式呢 这也是我们设计模式简介的最后一节课 那么我们为这个目的只有一个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整体的后的系统架构 然后有这种架构的形式开发我们的代码 而不是简单的进行这种代码的罗列 这种无章无序的 那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这几节课 JavaScript设计模式简介 我们都学到了哪些 这本套课程中呢 我们学习了设计模式的很多概念 你应当掌握以下知识 第一个 知道设计模式的概念和简单的发展史 第二个 JavaScript中使用设计模式的一些注意事项 第三个 掌握设计模式的设计原则 那我们把这些学习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尝试我们的第一个设计模式了 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 用这种拟误化的方法 来学习这种特别晦涩难懂的计算机语言 好 那这一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如果大家想继续提高 你可以继续在极客学院学习 JavaScript设计模式的系列课程 谢谢大家